伍申報,海陸交通迫爆洪水提早制裁 2015年7月10日邀文A01亡而不亂天文台發出8號風球後 市民增傷趕搭地鐵回家,海陸交通全面迫爆 在金鐘港鐵站,人流大幅增加 入閘口的樽頸位一度擠滿人,人龍排到車站大堂 有市民形容人流比平常放工時間多二十倍 人流到當晚六時才開始消散 港鐵九龍塘站也迫得水洩不通 車站大堂往東鐵線月台交回處人頭湧湧 東鐵線往羅湖方向月台實施人流管制 職員一度停開兩步扶手電梯五分鐘 僅允許乘客行樓梯上月台,以免月台過於擠壁 巴士駕班疏度過海客在巴士服務方面 洪水往港島方向入口下午近四時三十分開始擠賽 較平日王昏繁忙時間提早出現車龍 洪水出入口巴士站雖有排隊人龍 但未算擠湧 巴士公司也開出加班車疏度過海乘客 不過,雖然市區風勢在入夜後未見增強 但巴士公司仍按於晚上八時許,幾乎全面停駛 在街道上行走的小巴或的士,也非常疏落 多間航空公司相繼在機場內 踢出告示延遲或取消航班 《新報機者》 《新報機者》 《新報機者》